武漢肺炎的疫情是讓大家相當緊張 不僅台灣疫情控制了很好 不過為了風雨、春水安已經造成一些軟症 因此中央政府要公布 實名制夠買水安的規定 那可開始這件 因為現在市民上要買到水安的問題 中央也推出最新的夠買口罩實名制 然後將會進行主流 一人一天這會到健保地有有救命論品 七天來不能再夠買 這也是希望可以我們市場的新產量 台灣有2360萬人 那台灣一天最多目前為止 我們不敢講說未來要生產多少 那目前為止最多是生產400萬片 所以七天總共生產2800萬片 那這個台灣的2360萬人 每個人七天用兩片 那總共是4520萬片 那我們現在一個禮拜才生產2800萬片 也是不夠 但至少離這個差距是比較近的 要不然如果每天一片的話 一天400萬片 那要服務2360萬 基本上是完全不夠的 其實現在台灣的疫情並沒有嚴重擴散 某些白雷維持在10位 所以民眾並沒有需要 不然其他人都會在地下水安 在必要的地方才會在地上好 如果要做好組織的方案 可以透過大家洗手 已經用酒精銷度來達行 呼應這個蘇宜仁教授所講的 就是說沒有必要 這個在現階段還沒有必要 這個全面全民在全時 全面全民全時來戴口罩 這是不需要的 造成社區感染的時候 如果萬一爆發社區感染 那大家都逐步出戶 也不需要全面全時全民來戴口罩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部分 當然希望大家關乎時間 在這個口罩生產量 還努力在追上來的情況下 一個禮拜購買兩片 是不得已的措施 不過市長的委託也補充說明 一個人7天來的兩批 目前只是完結上 對著有慢性比 跟長期就一定頂特別輸給民眾 政府也需要提出配套的措施 既然成為日常合佈度 以上